今年就是跨年夜了 全台湾各地都有精彩的活动 我们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北市政府前的跨年晚会 那么今年虽然是靠近 舞台的管制区 没有人数限制 但是一律都得扫实名制 全程佩戴口罩 而且禁止饮食 不少的民众不为低温 一大早就跑来这边卡位 但是今年全台湾的跨年活动 中央不再启动天网支援 如果有自主健康管理者 违规爬爬爬 其实也很难去抓到他们的行踪 再加上管制区外 人潮照样聚集 恐怕会形成破口 工位专家就特别呼吁了 居家检疫者的同住家人 一定要遵守规定 今天晚上千万不要外出垮 下午三点一到民众排好队伍 准备进场 台北市跨年晚会 晚间七点才开始 但民众为了抢到最好的位置 早早就来卡位 桌电话 11点多 想看阿里 想说姐妹就出来逛逛 就起早来了就对了 不会寒风为了能够近距离 看到偶像等再久都值得 异性下台北市 照常举办盛大的跨年活动 不过想进到管制区 还是得遵守防疫规定 想要进入到今年台北 跨年晚会现场 除了要记得扫描 更好后完成实名制之外 里头虽然没有限制人数 但是禁止饮食 随口罩也要戴好戴满 基本实名制 全程戴口罩 除了喝水 否则一律禁止饮食 但是民众从下午就已经进场 必须一路逮到跨年倒数 恐怕得饿肚子 还是觉得有点不方便 我们应该会到凌晨 然后我们是中午吃完饭就过来 就过来 对 就等于说我们11个小时都没有吃 这回全台斗板跨年活动 中央不再启动天网支援 导致如果有自主健康管理者 偷偷违规趴趴走也很难抓 再加上跨年会场管制区外 就没人管 人潮照样聚集 恐怕跨年晚会变成大型疫情破口 尤其是计家检疫的方案 同户的这样的一个同住的家人 以及这个自主健康管理过程中间 一定要遵守规定 不能出入公共集会场所 否则流行的发生是不可避免 公围专家与忧心 跨年后疫情升温 防疫得做好做满 才能开心迎接新年到来 藉由欢迎李航荣冯浩宇台报道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在台中的部分 台中的跨年晚会 以2022虎彩纷纷闪耀台中跨年夜为主题 在水南中央公园热闹开场 主打战地最广卡司最强 还有平台最多 除了有这个金曲嘻哈天团 顽童合体 Ella 陈佳化 还有小天王周星哲 人为排队的人潮非常的多 主播单位从下午三点钟 就开放民众提前入场 这排队人龙不夸张 台车绕几乎绕了会场两圈 大家都是冲着台中跨年晚会来 早上七点 早上七点就爱排 你会觉得晚上会很冷吗 没关系 他还看完头的 没有 他还看 他是完头的粉丝 有民众早上七点就来排队 为了一读偶像风采 因为人真的太多太多 所以预计四点开放进场 提早到三点 排队民众冲啊 想抢个好位置 台中跨年晚会以2022虎彩纷纷 闪耀台中跨年夜为主题 在中央公园热雪开唱 主打战地最广 卡斯最强平台最多 金曲嘻哈天团顽童合体坐镇 更人气天王周星哲 还有天后Ella 陈佳化 另外迎接新年的第一课 还有长达三分钟的烟火 共有50种以上花色 编排超过80种的组合变化 去年因为疫情 所以观众不能到现场 这次能一起享受 一定要遵守防疫 记得入场要扫实名制 全程佩戴口罩不能饮食 全程要佩戴口罩 禁止饮食 那我们入场的时候 有凉额温 然后包含我们的酒精消毒等等 一切准备就绪迎接2022 台中跨年晚会精彩内容 台式全程转播 带泥駭番跨年夜 谢谢中部组合报道 好我们继续往南走来 看到的是高雄的跨年晚会 推出了双舞台 卡斯阵容也是非常的坚强 包括了人气偶像陈琳九 邱峰泽 安心雅 郭书瑶 还有吴白老师 压轴倒数演唱 23组卡斯陪民众迎接2022 而在晚会开始前 歌手进行彩排 舞台的前方就聚集了不少民众 演唱会还没开始 舞台前方已经聚集好多民众 为了支持的偶像有备而来 那你们今天是来支持谁呢 陈琳九 我省衣服都是 那你省衣服是什么 都是他的品牌 我们从台北跟台东下来的 一早早上就八点多就等高铁 为了抢了好位置 不少民众带了野餐店 跟桌椅在现场等候 还有人前一天就在住里搭帐篷 提早卡位抢摇滚区 因为今年高雄卡斯阵容 真的很坚强 眼睛能挂花不下 不复杂 蓬莱舞台主持人找来天团 号角响起和Sandy 吴珊茹 卡斯阵容有人气偶像 陈琳九 邱峰泽 国民女神安欣亚 苏惠敦和郭树瑶 而五百将会在倒数压轴演出 所以你们怎么会想要来 又做一块铁 因为来看五百 对来看五百 十二点多吧 那你们来的时候人就很多吗 有点喔 特别想要支持的名字是哪 五百 另一边的高流舞台 则是由蔡昌宪和玛丽 大党主持 金曲歌后魏如轩 饶舌歌手OZ 和Lio王 轮番上阵 很跨流行嘻哈和摇滚风格 陪民众嗨番2021最后一晚 今年高雄跨年首都和海军合作 舞台后方坐镇两艘军舰陪民众跨年 现场还会安排军事表演 让人大饱眼福 要带给民众最嗨的跨年晚会 记者陈轩田宇 韩中纪委 王秀成 SNG小组 高雄强报道 跨年连下首日 国道3号 南州接六道上午涌现了车潮 至于往屏东墾丁 必经的水底辽路段 总计15小时突破了 两万四千辆车 有鉴于此 警方也祭出了调拨车道等四大管制措施 元旦廉价第一天 屏东往墾丁方向 车潮涌现 一辆接着一辆 尽管道路没有回堵情形 但依旧走走停停 一交也在路口交通指挥 警方同时实施调拨车道措施 元旦廉价首日上午 人潮车流一路向南 国道3号南州交流道涌现车潮 至于往墾丁台东必经的屏东水底辽五叉路口 上午7点开始 每小时车流量冲破2000辆 8点到9点达到2600多辆车 10点更突破每小时3000辆 总计15小时突破24000辆 有鉴于此警方也寄出调拨车道 分割岛缺口封闭等四大管制措施因应 本分局于9022分开始实施台一线南下调拨车道 调拨北上内车道供南下使用 车辆时速一度仅维持约50到60公里 但到了下午2点多车潮也陆续舒缓 远景也撤除调拨车道交通追 恢复南北车道正常通行 下午因为车流作减 撤除台一线掉拨车道 目前车流大致顺畅 虽然车流目前恢复顺畅 但就怕元旦廉假第二天继续涌入车潮 也提醒民众倘若塞在车阵中 还是要放慢速度 小心驾驶多一点耐心 记得出水片不倒